抓特点画简笔画 第四课 寻找你的独特 我们画动物也好 鸟类也好 寻找它们独特之处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画一般的鸟类 嘴巴只需要这样画就可以了 但如果我们是画鹦鹉的话 它的嘴巴就比较特别 鹦鹉的嘴巴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画 它的头部 鹦鹉的头部啊 它的整个身体呢 让我们看到常常是毛茸茸的 有很多的毛 我们再画它的身体 画它的翅膀 然后呢我们再画用弧形 我们说过弧形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表示毛茸茸的身体和羽毛 我们再画它的脚 我们让它的脚呢 抓住一根的树枝 随便画哈 抓住一根的树枝 有花 这根树枝上呢 有花 然后鹦鹉 我们再画上它的眼睛 涂上颜色 鹦鹉会唱歌 我们画上鹰符 我们这边呢 也画上一些的鹰符 鹰符 这就是鹦鹉了 如果鹦鹉的嘴巴闭上呢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寻找它的独特 再比如说我们画老鼠 老鼠的独特之处呢 它的头啊 很尖 已经让人看出这是老鼠了 它的耳朵呢 很大 如果老鼠 我们也可以画成啊 是 一双耳朵 但是 头仍然是很尖的 如果我们画正面的老鼠呢 我们可以画成这个样子 它的眼睛 鼻子 胡子 胡须 这都是老鼠 但是 独特之处 它的头都很尖 耳朵很大 为什么耳朵很大呢 老鼠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所以 它可能要非常机敏 所以呢 听力要很好 这是老鼠的独特之处 我们再比如说 我们狐狸 它的头也是尖尖的 不过呢 狐狸的头啊 是更加尖的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三角形的头 当做是狐狸 这样 就是狐狸了 如果你觉得还看不出是狐狸 画它的身体 这是狐狸 狐狐狸的尾巴呢 狐狸的尾巴呢 很大的 狐狸 狐狸的头呢 也可以这么画 但是 独特之处是一样的 就是 这个头啊 是非常尖的 这是 这是一样的 这个是没有变的 这就是狐狸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画 我们也可以这么画狐狸 我们画一只微笑的狐狸 也可以 所以呢 这是狐狸的独特之处 它的头尖 老鼠呢 头也很尖 鹦鹉呢 嘴巴是很大的 毛茸茸的 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再比如说我们画 咱们的国宝 大宝宝 熊猫 画一块 大面包吧 它的耳朵 熊猫呢 有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多睡一会儿 所以它永远有黑远圈 黑远圈很严重 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它的鼻子 这已经看出 你画的是熊猫 如果还看不出 把它的耳朵也涂黑 因为它是黑白相间的 再画它圆滚滚的身体 再涂它的腿 或者说涂它的脚 在下面 随便涂 不需要涂得太好 让人知道 你画的是熊猫 就可以了 国宝就可以了 这是它的特点 黑白相间 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找到 画出来 别人就知道 你画的是熊猫了 接下来 我再画一样动物 大家看看 我画的是啥 再 一块面包 耳朵 半圆形的耳朵 大家肯定看不出 我画的是什么 眼睛 你肯定还看不出 我画的是什么 我再画鼻子 大家还是看不出来 大家还是看不出来 有人说 有点像熊 其实我画的不是熊 我再画一个独特之处 你就知道我画的是啥了 我在它的耳头画 写一个丰盛的疯子 哇 很多人马上说 你画的是老虎吗 很多人已经这么怀疑了 我再画斑纹 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然后大家马上就说 啊 你画的真是老虎 网 斑纹 我们再画老虎的身体 让它蹲着 这就是老虎了 老虎的尾巴呢 我们给它长出来 也画上斑纹 这就是老虎了 身体也画上斑纹 这是它的独特之处 有时候 不止一个独特之处 可能两个三个 但找到一两个独特之处 人家就知道 你画的是啥东西了 所以寻找独特 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一刻就到这里 拜拜